请打时间为30分钟 主席有请院长 请张院长 院长好 请问您喜不喜欢吃水果 喜欢啊 对 因为我就记得 在另外一场本档的委员 的直询里面听到您说 你每天早上都喜欢吃水果 对吧 那您都喜欢吃什么水果 各种水果都喜欢 前三名你喜欢的好了 我每天早上吃香蕉跟苹果 香蕉跟苹果很健康 那你大概吃多少呢 一根香蕉一颗苹果 一根香蕉一颗苹果 好 那你大概都因为你 这个公务繁忙 大概什么时候 你会有时间去买香蕉跟苹果 我每个礼拜去卖场买的时候 就一起买 那都去哪里买水果呢 市场超市 您说的卖场 有的时候在卖场 有的时候在市场 路边的摊子 有的时候不一定 缺的时候就去买 很方便对不对 好 也就是说您可以自由地决定 你要吃的水果的种类 数量 购买的时段 购买的地点 这样对吧 好 那如果我告诉您说 从今以后您想要吃水果的话 必须要在20天之前 跟您的里长 申请报备 你要跟他报告 去购买的地点 而且你还要跟他提出 你的自律公约 你要跟他说 你自己今天只能买 几根香蕉 几根苹果 然后保证 你要跟里长保证说 你不会超量 而且你要告诉他 你为什么今天想吃苹果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你20天之前 你就要提出申请 而且申请还不见得 会被里长同意 而且周而复始 所以请问院长 如果是这样的话 您会有什么感想 我想委员这是一个假设问题 当然这种做法不太能接受 好 其实 的确 如果是我 我相信在座的许多首长 也不会愿意接受 我带您看一张表 这张表 其实是这个 我们来看到 第一张的总表 这张表 其实是民国101年 这个字很小 没关系 我稍后会再跟这个院长 来特别报告 这是民国101年农委会 会贤圆明会所公布的 原住民族基于传统文化 及记忆 需要猎捕宰杀 利用野生动物的管理办法 这个办法 名字很长 我再说一次 他的名字叫 原住民族基于传统文化及记忆 需要猎捕宰杀利用野生动物的管理办法 那首先我要说 这个办法是一个根据民国93年 增订的野生动物保育法第21至1条规定 说政府要增订这个办法 那我知道您的数学很好 您可不可以告诉我 民国93年到他公布的101年 这个中间隔了多久 10年 12年 10年 也就是说 从民国93年到101年 这个中间 我如果没算出 应该是12年 93到103 101 抱歉 103 91到103 93到101 那农委会跟原民会 共同拖了这十年 才定出来这套办法 那这还不打紧 那更惨的是 这个表 成为原住民族狩猎权的绊脚石 鱼猎权的绊脚石 这个表不但造成 民族内部的冲突 还会变成原住民族的紧箍咒 完全违背了十几年前 我们修正 野保法第21至1条的美意 例如什么 我举一个例子 来跟院长请教 同样是阿美族 我们自称班扎 或是阿弥斯 在花莲县 一样靠海的封冰箱 我们看到 一样的山河祭 在4月到5月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列 按照这个表 农委会会贤 原民会订出来的表 这里的阿美族 只有在这个期间 可以狩猎或鱼猎 他可以抓的是 山猪山枪跟一般鱼猎 可是同一个时间 台东的阿美族 可以抓青蛙 和虾 这个螃蟹 毛蟹 鱼类 鰻鱼 水中生物 甚至还可以追加 白皮心 飞鼠松鼠等等 同样是花莲的阿美族 为什么 或是阿美族 为什么花莲跟台东的阿美族 会差那么多 这是我的第一个疑问 我也不清楚 抱歉 跟委员简单说明一下 这个现在看见的 这个是叫正面表列 基本上 我想每一个原住民 都绝对不愿意接受 这个正面表列 刚刚委员也特别提到 这个法从93年 一直讨论跟相关的农政单位 始终都生不出来 在大院很多的原住民委员说 一定要赶快订这个办法出来 这101年的6月6号 终于这个办法发布 但是才的是 严明会可能当时的代表 可能比较高度的妥协 才的是正面表列 它里面表列的不只是 刚刚我们看见的 这个要列补的项目 还包括祭典的种类 还包括区域 那我要请问的是说 其实是说 我的疑问 其实不在 这些不同的物种 或是鱼类动物生物 而是各级的行政机关 到底在这个过程中 有没有妥善的征询 最基层 原住民族的意见 我们来看下一张表 那这张表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泰雅族 一样的问题 一样的泰雅族 其实要跟这个院长说 民国这个101年 当这个办法公布以来 桃园市的复兴区 还一直饱受猴害之苦 因为台湾猕猴的数量 已经不断的增加 那么请问到目前为止 您知不知道 台湾的猕猴 台湾猕猴的数量 总共有几只 我知道很多 好 我告诉你 民国90年的时候 农委会曾经做过调查 全台湾的猕猴 在民国90年的时候 有25万只 25万哦 好 那这15年来 从来没有再update 从来没有再做过更新的研究 那我们问农委会的同仁啊 就是说 为什么你不去update 所谓的保育类 或各式各样的动物 的数量呢 好 那他们就讲说 因为15年来哦 我们没有钱 钱不够 所以农委会呢 没有钱没有人知道现况 所以在经验上的确 这个我们也没有这个经费 个人也没有经费 来做这个台湾猕猴的数量调查 但是经验上 我们走访过很多的部落 从北部的山区 到台东阿美族的地区 都跟我说 啊 古拉斯 我们都遭遇猴害啊 拉拉塞的猴子会乱啃 摘水蜜桃啊 乱啃 那台东的猴子呢 会偷吃 我们种的肚脊肝 那个齐成 肚脊肌成 柳成 那这些经验上的统计啊 我们都主观的怀疑说 台湾猕猴的数量 这过去15年来啊 即便农委会没有做过调查 恐怕都已经大幅的增加 那101年到104年期间 南投的泰雅族 我们来看到 泰雅族是可以猎捕 台湾猕猴的哦 但是 桃园市复兴区 其实哦 一直到去年之前 都还没有办法 来猎捕 这个猕猴 任凭台湾的猕猴 来烂啃啃食啊 拉拉山的水蜜桃 或是很有名的绿竹筍 甚至攻击人类 那么一直到我去年 担任桃园市政府 圆明局的局长的时候 刚好啊 接到农委会 来的一个函 一个来的公文 要我们对这个副表 表达意见 所以在当时 一度基层的公务员 送上来的公文 上面是说 没意见 但是刚好 我看到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这是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退了这个文 我请同仁说 拜托你去问 我们的原住民的族人 部落里的骑劳 这个表到底有没有意见 因为我经验上 我就听到了 大家对这个表 有非常多负面的评价 那山上的猎人 当然就对我说 原住民族的生活 是如何的 受到这些野生动物的侵扰 而且表达强烈的不满 认为如果再禁止 猎捕台湾迷猴的话 恐怕这个迷猴都要比 汉人的政府更可怕 他们的讲法 都说要占领部落了 要求在可以猎捕的项目当中 让他们可以合理的来猎捕 希望可以增列台湾迷猴这一项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如果不是桃园市政府 当时的用心跟认真 如果承办人看到公文之后 也没有特别的反应 如果这个手掌漫不经心 那台湾迷猴可能是 继这个政府之后 原住民族最大的天敌 也不一定 不过其实我要跟院长说 其实我今天的重点 不在于台湾迷猴 台湾迷猴不是我们的敌人 它是我们的朋友 但是没有办法定出 合理的动物保育政策的政府 才是我们原住民族 最大的敌人 原住民族不会滥杀动物 我们会保护动物 我们只取老天 愿意给我们的数量 我们在动物的繁殖期间 不会猎杀 我们抓到小的 一定会放生 原住民族跟大自然共存 但是这一套101年 订出来的办法 是再次的污名化 原住民族的狩猎的行为 它规范了原住民族 但是没有规范政府 我现在要请教您的是 您认为这一套的办法 在过去三年来执行的过程当中 成效如何 肯定要保护得更多 continue 我反正都是在这一套的 由于您说 广州的发展 olog change 广州的クop 广州的公司 体育靖 广州的公司 房顾 广州的公司 以免为公司 广州的公司 那您認為這個辦法有沒有重新檢討的必要 跟委員報告 我是覺得這個辦法應該要大家有勇氣做下來 我們要做一個檢討 我覺得應該才負面表裂會是比較正確的辦法 就是民類不能類補的是哪些 其他的都應該要開放 這樣對原住民在狩獵前的行使上面 會有比較好的一個保障 我個人認為其實這個辦法真的是我們的政府 做檢制服的一個辦法 因為自從101年以來 因為法官判定原住民族的狩獵行為 不符合這個辦法的判決有哪些 我請院長來看一下 這個是從101年到104年 這些都是我們原住民的族人 大部分是布農族的族人 因為違反了這個辦法而被判刑 有期徒刑八個月六個月七個月八個月 都是因為他在日常生活的期間 他想要在他究竟的生活環境裡面狩獵 結果他被判刑 自從101年以來 另外因為不符合野包法第21條被判刑的更多 我請院長再來看另外一張表 非營利的79人 自用的一人 但是非營利的 我們整理起來 他總共喔 總共被判的刑度 原住民被判的刑度 40年兩個月 其中一個無罪 是因為法官說罪證不足 我們活在恐懼底下 我們很想跟院長一樣 想要吃香蕉想要吃蘋果的時候 沒有任何壓力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自由的進出 在合理取用的範圍 我們不希望被污名化 我們希望被處罪化 但是現在的法律 沒有辦法保護原住民的族人 您認為要如何改善 我想尊重部會專業 原民會既然覺得說這個辦法 不適合原住民的這種作業方式 我們就去檢討 跟委員報告比較 可能更正確的數目之 我們會裡面也初步 對於因為受累涉案的 其實這十年裡面總共有230位被判刑 所以這個數目之是很驚人的 所以原民會一定要站出來 要好好的來跟農政單位 跟警政單位坐下來 處理管理野生動物保育法 跟槍炮彈藥刀戒管制條 怎麼樣讓原住民在受累的權益 能得到合力的保障 我覺得這個恐怕是一個 刻不容緩要面對的問題 院長您在這裡您代表政府 您覺得保護動物 比較重要還是保護人比較重要 當然是保護人 但是在可行的範圍之內 保育類的動物也應該要保護啊 您認為定定合理的 並且尊重原住民族的 動物保育的政策是否很重要 這個合理啊 那我想請問一下原民會的主委 您當初是跟哪一個機關 共同討論出這個辦法 原民會 我想那個時候您不是主委 但是原民會當時是跟哪一個機關 共同討論出來的 應該是農委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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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委會 設定在那裡 那請問那個時候 應該是讓它們會有 抗議的 大陸的 這個我們的 整個 涉嫌 有一點 那麼 其實就在這一屆的立法委員 剛剛就職的這一天 那麼行政院 其實把拖了好久的 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 送到了立法院 那麼我想請問院長 這一部行政院版本的土海法 是花了多久的時間討論出來的 我不清楚 但是這個是上個會期 送到立法院這邊來 沒有來得及處理 所以又退回行政院 我們依照程序又再送過來 但是先前作業多久 可能也是原民和民族 那請問主委 您知道這一部法 行政院版最後定案 是花多少時間討論出來的 跟委員報告 土地這個海域法 是關我們原住民土地的權利 它是民國94年2月5號的 原住民族基本法的一個執法 那麼這個執法 曾經在民國96年 送到大院過 那討論的結果後來呢 因為政黨輪替的關係 又被退回到會裡面來 我們 我現在只講的是現在 我們剛剛一讀送 進立法院的這個版本 您花了多久的時間 現在在行政院裡面 以這個版本來說 花了多久的時間 這個版本我們都花了 將近三年的時間去處理 好 我請大家來看一張表 103年3月12號的時候 我想這些都是正式公文的記錄 我們開了第一次的審查會 主委您應該還記得 好 那當時的主席 是簡太來政務次長 然後隔了整整的一年 我從來不曾看過那麼密集的開會的時間 2月26號第二次審查會 葉新陳政務委員當主席 然後呢 這個 抱歉 我們這邊有物質 然後是3月19號 開第三次的審查會 主席是蕭佳琦政務委員 然後一個禮拜之後 第四次審查會 蕭佳琦政務委員擔任主席 4月30號第五次審查會 蕭佳琦政務委員擔任主席 不斷的 非常的密集的 在政黨輪替之前 而且知道法案是 藉其不續審的情況之下 非常快速的 多次開會的 要來通過行政院版的土海法 這裡面看見了兩個問題 首先就是 一個法案會到政務委員要出面協調 一定是部會之間無法達成共識 不是這樣 所有的法案 所有部會爆出來的法案 到行政院送院會通過以前 至少形式上也會經過政務委員 除非像這次送到大院來 2月1號送過來 這個是因為文字都沒有改 從上次立法院匯集結束 退回行政院到這次送來都沒有改 才沒有經過政務委員 否則政務委員本來形式上 至少要審一次 那麼這個版本 跟我們的原住民族自治法開會的頻率 或是需要政委來協調的次數 是一樣的嗎 那這個我就不清楚了 但是經過政務委員審查 這是絕對必要的 我認為這個法案 卡在行政院需要政委出面協調那麼多次 一定有卡卡的地方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有可能 就是說順利的話 有時候一兩次審查會議就通過 那有的時候內容比較長 或是爭議點比較多 就會比較多次的會議 所以要是要需要政務委員的 所以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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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要要不再來 更多次的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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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对这个朝案非常的熟悉 我想要请问你 这部法律的重要性在哪里 您可不可以再简短的说一下 土海法为什么对原住民族那么重要 跟委员报告 这一部法最重要是 付给原住民土地的一个权利 那么因为现在原住民的使用 其中还有一个条文 我们觉得最在意的 就是因为现在原住民 对原住民的保留地 要有五年的时间 五年的时间的 跟做钱地上钱 才能够取得所有钱 我们一直觉得这样 为什么这个土地 我们早早使用已经很多年 为什么还要有五年呢 那我请问 这个法里面都把它拿掉 那我请问主委跟院长 根据这一部法律 原住民族的土地 是属于谁的 原住民族的土地 这个原住民族的土地 它有两个领域 一个叫做原住民族的保留地 一个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 土地权属 土地权所有者是谁 当然原住民族的保留地的部分 土地权所有权是属于个人的 最终是要移转 回复给个人 那传统领域的部分 将来它的主体 应该是属于部落所有 而且是集体所有 不是属于个人的 不是属于中华民国政府的 不是属于中华民国政府的 现在是国有 现在是登记为国有 对 我现在讲说 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 还有我们的保留地 根据这一部法律 您刚说是属于原住民族的部落 或者是私有的原住民保留地 属于原住民族的个人 保留地是以个人为单位 但是传统领域将来是 要以部落为单位 我想政院版送进了立法院 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但是我仔细研读了一下 这一个版本 我看见一条法条 其实令我非常的错愕 用很快的速度来讨论 那么也非常慎重其事的 找了那么多的政委 一起来协调 但是我还是看到了 这一条法 我们来看到 我们现在行政院版的 土地及海域法的第四条 第四条里面我念一次 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土地 属国有林地者 由中央林郑主管机关管理经营 我想请问院长 中央林郑主管机关 是哪一个机关 农委会 所以第四条说 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土地 属国有林者 按照你们提出来的版本 还是必须由农委会来管理经营 好 属国有林地以外的国家公园者 由国家公园主管机关来管理经营 请问国家公园主管机关是 内政部 所以根据这条法律 国有林地以外的国家公园者 由内政部管 属原住民族传统罐所使用的事项 由中央主管机关来管理 所以这里所指的中央主管机关是 其共同管理机制的实施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 会同中央林政主管机关 及国家公园主管机关来定制 根据行政院版的涂海法 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土地 依照这个条例 依然属于林务局 内政部 还有政府 我这样的解读 有没有错误 包括跟委员报告 这里面是因为 他地上 这个前属管理的问题 所以原来的这个国有林的部分 画在传统领域的土地的时候 我们希望为了好好的照顾它 还是让原来的管理单位 来当它的管理的一个机关 会比较恰当一点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样子来处理的 这个版本是林主委您所 可以接受的版本吗 这个版本是我当主任委员 要提出来的一个版本 所以这里面的文字是您写的 这版本应该有经过 都经过我哪个地方 那您可不可以告诉 我们的原住民的族人 您同意送到立法院来 想要叫立法委员背书 通过的这一个的土地 及海域法 按照第四条的规定 原住民族的土地 还是属于国家的 属于这几个政府机关的 是这样的吗 报言 原住民族的土地 因为不是只有 全部都是林地 也不是全部都是国家公园 那绝大部分的还是属于 我们原住民自己来管理 那管理保留地的部分 是个人 所有 管理这个传统领域 非化在这个 这个林地的这个部分 就是部落为最主要 它的管理机关 我再请问院长 原住民族的土地 按照原基法的定义 原住民族保留地 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土地的所有权 是属于谁的 如果照第四条来看 这个管理经营 这所有权这里 并没有写 但是管理经营 是由农委会等这些机关来看 应该也是属于这些机关吧 是不是 对 按照这个条文来看 基本上将来就是 如果它的 它的这个性质是属于林地的 我们可能还是要请 这个林政单位来去做 这个管理会比较恰当 因为我们来管理会比他们管理的 可能还有一些问题在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将来非这些范围里面的 我们主管机关的原民会 会让部落的人来帮我们来 去处理这个传统领域的土地 我想这个重要的法案 在我的标准里面 我个人是认为 还需要非常多的讨论 它其实是一个 还有非常多的争议 也不及格的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吧 继续我们来看一下 我想请问一下院长 这几个字怎么念 几个英文名字 John, Bill, Mary, William, Joe 你念得很标准 继续我们看下一个 Barak Obama是美国总统 他是谁 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 好 再下一个 Alazio Kata这是委员林 对 你念得非常的标准 那么其实在中文里面 很多杂志因为 觉得这是外国文字 为了本国的读者阅读 都会刻意地写汉字 来 我们来看一下 例如欧巴马 他会用非常多 不一样的汉字来书写 那么有巴拉克 欧巴马 贝拉克 奥巴马 巴拉克 奥巴马 布拉克 奥巴马 如果不会英文的人 会以为这是四个不一样的人 这不排除 好 继续我们看到 我的名字 古拉斯尤达卡 古拉斯尤达卡 或是有人叫我尤达卡 大概是希望 我每天都来立法院上班 不要偷懒 甚至于有人叫我尤达大师 因为他们都认为说 我们要用汉字 各式各样的写法 不同的非原名的朋友 就会很任意地 用他可以想象到的汉字 很努力的 甚至是 有时候是很戏虐的 来称呼我 我觉得这不只是不尊重一个人的认同 协同 种族 只承认汉字是合法文字的这种心态 其实是汉沙威主义 对不同文化的文化的侵袭跟屠杀 那么任何的语言学家也当然都会同意 就是说 我们都先有语言 才有文字 文字当然是语言的符号 是记录文化的工具 所以如果我们想把我们的语言保留下来 文字化当然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长久以来我们的政府 只认同用汉字 作为台湾唯一的文字 而且认为台湾的原住民族的这个拼音字 只是符号 不足以称为文字 不能被列在官方的政见上面 您觉得这是合理的吗 我了解 好像 我以为您原住民的名字 现在已经可以用罗马拼音并列了 可以并列 可以并列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 政见上面呢 如果我们要求只要使用拼音字 那么这个就是不被允许的 您认为这是合法的吗 合理的吗 我想这个应该可以讨论 所以其实应该是有讨论的空间的 请像这样 好 那我想请问一下 那么 我们的原民的文字 如果要使用罗马字 也就是拼音的文字 让它可以单独使用 所以院长您认为这是合理的 也是可以被接受的 单独使用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直列拼音字 直列拼音的文字 例如 罗马字 只列拼音的文字 您说不用汉字 不用汉字 在我的身份证上 也是只列拼音字 您可以接受 您认为这也是合理的 我想 我想 这个可能要回去看 我们的相关 那个姓名条例里面 容不容许 现在好像不容许 是吧 好 在这一个会期 本席已经提案修法 希望呢 可以得到合理的改善 好 谢谢国要事委员 谢谢张院长 我们下一位